你这是要干吗 出差啊 你没找到住住之前 见住着 我搬出去住 你不用收拾了 这里是你家 要走也是我走 既然你这么不喜欢跟我同住一个屋檐下 那我走就是了 你要去戴威家住是吧 这跟你有关系吗 你怎么那么喜欢麻烦他呢 那么喜欢住在他家呢 还是那句话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是 确实和我没关系 顾承泽 是你自己说喜欢我的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这就是你喜欢一个人的态度吗 态度 起码我还有态度 你呢 你是不是特别喜欢 被两个男人同时追求的感觉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混蛋 然后呢 你就会说 舍 我是管不着他 可这事关系到了顾景云 我就果得不管了 顾景云他不是你喜欢的人吗 现在又冒出个顾承泽 还是这么没头没脑的一个人 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在玩的三角链吗 这是很危险的 你不要怪我这位当妈的 没有提醒过 有些事情你得看准了 不能被表象迷惑住 顾承泽虽然目前是盛宏的首席 看起来权高位重 但他毕竟是杨子 没有继承权的 顾景云才是盛宏集团的继承人 你得把心思放在他身上知道吗 我跟顾承泽就是同事关系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 别管我的事情 我自己知道 你对他没兴趣啊 那我就放心了 别说了 别急了 怎么都不开工啊 海灵娜呢 来了吗 她来倒是来了 你说这 怎么了 她又怎么了 我跟你说 海灵娜的助理说了 她觉着身体不舒服 暂停拍摄 复拍的时间待定 身体不舒服 你说 拿着这样的人 要么别来 来了也不开工 让大家不得 都陪着耗着 那个先别着急啊 我先去看看什么情况 大家先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这个不耽误时间忙着 小小姐 你身体不舒服 没有啊 心里不舒服呀 谢谢你这么坦白 这样省去了很多毫无意义的对话 我昨天不是已经跟你道过歉了吗 为什么 你不知道啊 这件事情现在跟你没有关系了 那 对了 你跟那个顾承泽说 要是他不来跟我道这个歉啊 今天这个工 恐怕是开不了了 不可能 可是如果他继续这样拖下去的话 我们的损失就会非常大 那就找他们索赔 让法务部发律师喊 散会 你等等 我想跟你单独谈谈 我没时间 我只要你几分钟 说吧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向海莲娜发律师喊 现在正是我们New Face品牌推广的关键时期 和代言人打官司 这会造成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再说了 我们迁就他都迁就到现在了 你就再忍一忍去哄哄他吧 我做不到 为什么 你以为他想要的是我 你以为他想要的是我 你以为他想要的 你不想要的 我看你偶尖 是没有人 我看你 我看你 你不想要的 你不想要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